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段经文是 不为真胜 不入邪见 这段经文的意涵是 现今的社会 速成观念 未为风起 一切讲求快速利益 不当的资讯观念 影响了有些人 只想不劳而获 企图一步登天 甚至认为 只要能达到目的 就可以不择手段 这样偏差的想法 将导致错误的行为 和难以想象的恶果 事实上 道德才是通往 成功幸福的门禁 须知事物的发展 都有其因果 命运的好坏 更决定于道德 因此想获得成功幸福的人生 必须脚踏实地 勤奋努力 所有信念言行 都要以道德良知为依规 才不会落入 才不会落入 邪念恶贱的诱惑 以致不信因果 不明是非 被贪嗔痴所牵引 做出害人害己的行为 可见建立正确的知见 有多么的重要 当我们拥有正确的知见 就像生命点亮一盏智慧明灯 不会违背经典的真理教会 能效法圣神先佛的圣德义行 以五轮八德作为生活规范 对于社会有益的事情 积极去做 对于社会有害的事情 即使能获取私利 也绝不会做 因为生性因果 能积极修补过错 立行正理善德 以此正性正见之心 坚守道德 提升心灵 当善因累积久了 自然善果相随 而能成就正直美善的人格 为是思想不受外界的蛊惑 而产生混乱 期盼世人能以千充字幕的学习心 多接触善知识 清静良蓬意有 并以观圣帝君传世民讯 读好书 说好话 行好事 做好人 作为立身处事的知见准则 透过读好书 吸收正确的知识 与见解 进而增长智能 陶冶性情 明辨是非 领悟待人处事的道理 从而建立正确的人生观 如此修复养晦 相信我们的人生 只能充满光明与希望 期盼大家都能发扬善性 提升道德 保持心灵真诚美善 让我们的人生 社会都能更加和谐平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